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雨泪都分享 关情节多跌宕 我们不散场 大家打得都不错 待会儿呢 怎么样 我觉得速度可以才快 好 太忠 你得来乱敲 好 敲给我 猴子 不会啊 特别是防守 我觉得你还不够 肖奈刚刚那个空中变相 好帅啊 回去要大周也练 这个好像对身体速度 要求很高吧 不知道啊 肖奈真是文物全才啊 嗯 这个人真是太过优秀了 以后如果真的在一起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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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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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你替我上场 好 大众说得果然没错 肖奈师兄今天就打半场就下了 为什么 告别赛嘛 而且替补的大肆球员也会上的 我好像听说 肖奈师兄最近车祸了 车祸 这样长时间运动 对身体不好吧 我怎么都忘了这件事了 那他怎么还在场上打球啊 你忘了什么 怎么办 你没事吧 就没关系 别说 好 待会儿大家出去一下 晚上我未必能上网 明天早上做什么 自习 好 我跟你一起去 好 那我帮你占位置啊 那边有个空位 可不可以往里面弄一下 半山 不是喜欢吗 天哪 快看 那个是贝薇薇吧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笑话第二名吗 对啊 萧奈怎么坐在贝薇薇旁边啊 这是巧合吗 你就别抱幻想了 我跟你说啊 他俩肯定在一起了 就刚才啊 我还看见萧奈用自行车载他来呢 我们的萧奈男神 就这样被薇薇搞定了 孟毅然今天也来了 你说他是不是来看萧奈的啊 多半是 不过我觉得啊 既然被薇薇搞定了萧奈 那简直比当笑花还风光啊 你这不废话吗 多怪你 让我看什么来就算 我也不知道啊 要不我们先走吧 不行 没有 现在有的话 大家怎么说我 比分被追平了 不用担心 等他们不再看关注席的时候 比分会重新拉开 慢点